来了来了,小潜艇准备下水了,下水前,我们先检查下螺旋桨是否正常工作,前进后退都没问题,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,小潜艇正式下水,我们先把小潜艇放在水里摇晃,左左右右摇晃,排出内部多余的气泡,然后我们操控小潜艇左右转弯,就像视频里一样。 来,给大家看看小潜艇的动力,这是小潜艇转弯所喷出的水流,你看懂它转弯的原理了吗?接下来,仔细看,我们要操控小潜艇下潜,看看它是如何工作的,再让它浮上来,小潜艇操控表现不错,我们把它放入比刚试试。